好,各位同学,各位朋友,我们今天来讲inscape这个向量 线段的基础概念,那我们已经讲过1了,我们今天来讲2 这个是很重要的基础概念,你如果要 学向量 图形,向量线,这个其实现在在做影音 数位图形,你是一定要懂得关联的啦,用了太多了,用了太多了,好,那我们就用inscape来讲 inscape是个范例,等一下我会讲,透过inscape,因为它是一个专业的,我们把观念讲清楚之后 我会带你去看,这个观念可以用在各式各样不同的 跟向量的 图形,向量的线条,向量的物件,有关的认论软件,观念差不多,大概就是这样子,好 那首先我们就来看,我们把它取消掉 OK 好,然后呢,我们首先来按这一个,这里这一个,就练习吧,你就先跟我练习,练习知道有这些东西 有这些观念,有这些操作,那这些都是基础的东西,那你在看贝勒教学video,他在使用这个东西,你才能接的上去 才能懂,我们先选这一个,这个就是钢笔工具 然后选这一个,这个就是那个曲线,背质曲线路径 点一下,一下,点一下,你看用点的就行了 用点的一下就行了 OK,好,那就两点点 你就跑出来了 那我们讲过了 你 这个地方要选取 选取,你先找个地方,随便找个地方,点一下,所有的选取取消,当然是讲你啦 然后呢,你再点它,这就是选取,这叫选取,我把它选起来 这个下面一定会有这个东西,这个叫节点工具 点下去,你就可以看到它的点,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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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这个叫节点 我们通过节点来创造向量的线条,或向量的图案,这是一个基本概念 那我们讲过了 昨天几个概念,这个叫节点 这个叫开始的节点 这个叫结束的节点 如果它没有被封闭的话 记得封闭也会啦 封闭也会 封闭就是这两个连在一起 开始跟结束挂在一起,因为这个很重要,你一定要知道开始 跟结束是哪一个 那怎么样知道开始跟结束是哪一个呢,很简单 各位 这个是节点工具,对不对,你把它选出来的 按table键 有没有看到这个绿绿的 按一下table键就跑这边 你一直按table键,你就会看到它是这样移动 这个就是说它节点在逻辑 运算的过程中,这个叫开始 这个叫结束 你要先懂,因为到后来比较复杂的操作的过程中,它会要求开始跟结束之间的关系 哪个开始对开始,结束对结束 如果你没有这个game,你们乱掉 你也不晓得到底开始跟结束是怎么处理的 我在操作一边给你看看 选取,随便找个地方点一下不见了 你当然也可以直接选它 这个是节点工具,点出来 按table 就是开始 在一直按table,它会一直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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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开始跟结束 这个是你非常重要的 一个基本的概念,随便找个地方点一下 那就不见了,你也可以直接啦,在选取 节点工具上直接点它,这样也是可以的 好,那我们讲过了 节点,这中间是线条 再过来,最基本的概念是,节点当然是可以移动 我们通过移动节点来创造 图案嘛,第二个是线条本身,拉着它按着 滑鼠左键,你也可以移动它 没有,你也可以移动它,一移动就出来了,你看 只要是圆弧形就一定有这种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是控制圆弧形的 这个是向量 向量图形的一个操作的方式 这个就是上一次讲的这个东西 就是先这样子 就刚好是这四个的关系嘛,就不讲了 那我们今天讲什么呢,讲这边 这个也很重要,这边这几个 那首先一个最基本的预设是这样 通常这个预设大概每个软体都会有 你在线条 任何一个地方点两下 点两下 就跑出个节点出来,看到没有 大概就是这样 点两下 就跑个节点出来了 基本上就会是这样 点两下就会有个节点出来 大概就会是这样 那再过来呢,有时候是 我们希望这个 它新的节点是在这两个节点的正 正中间,这就很重要了 我们常常在做很多要对称的东西都是这样做的 这两个选取来 没有看到这一个 这个叫加入节点 加入节点 点下去,它一样是加 可是这个加是在正中间 刚才我们这个是随意,点两下是随意加 这个是正中间 这个很重要,这个我很常用 你如果要让节点长成正中间 对不对 那你就再看 你再看这个地方 选取来 shift选取来 正中间 再按第2次 又是正中间 再按第3次 又是正中间 它有这么多,可是都是一支 正中间的节隔 就很均匀 我们在做这个东西就变得非常的 重要 那再过来,有增加就有减少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删除选取的节点 点它 删除 点它 删除 点它 删除 就是这样子 像这个东西点它 删除 变化就会比较强烈 因为它本来是曲线的 这个曲线的点被弄掉 它就会 换成另一个曲线出来 我也只能这么讲 那这个叫完了 在这边是什么意思呢 合并选取的 节点 要合并 合并选取的节点 看之后 点它 shift 点它 你看这图形也是合并 有没有 就两个并成一个 就是这么简单 两个并成一个 就是我不是不需要这么多的节点 对不对 我不需要这么多的节点 这两个并成一个 就变这样子 那这个是什么东西呢 拆开 这个地方你稍微要注意一下 一样 比方说这个地方呢 点它 我要把它拆开 拆开节点 哎哟 拆出来了 本来是一个物件 现在其实你拆成两个 两个节点物件 但现在呢 你可以看到 你点它 还是在同一个框框里面 虽然是两个的 但它还是在同一个框框 逻辑上 它还是把它绑在一个框框 这时候你就要用路径 路径有个叫打散 路径 打散 它就把它打散成两个了 看到没有 是不是打散成两个了 那其实已经分开了 刚才逻辑上是把 逻辑的计算带把它绑在一起 那你就把它打散 就会变成是两个 逻辑上就变成是两个物件 就会是这样 就是 那就是 点它 你要点这个呢 点节点工具的时候 它的工具选项才会出来 选它 节点工具 工具选项都出来 对那是不是有这样子 这两个都有 这什么意思呢 选取 末段 就跟你讲 这时候你末段的概念就出来 先点它 什么叫末段 这边叫开始 这边是结束 对不对 开始跟结束 都是末段 点它 Shift 点它 两个选起来的 什么意思 咚咚咚咚 形的线条出来 它从 非封闭的 现在变成封闭的 对不对 它从非封闭 现在就变成封闭的 这是一个封闭的 面积的 封闭的面积的 那刚才我们没有讲过啊 讲说 刚才不是有什么开始跟节点吗 那现在封闭起来了 哪个地方是开始呢 哪个地方是结束呢 是不是问题就来了 就按table键 开始还是在这边 等等 要结束 开始跟结束 现在两个 病在一起 对不对 喔 老板 有时候 有时候需要 就会去这样 好 这是一个 对 好 然后这个是什么 选取 非末端什么叫非末端 你也不用管它 你当然是要透过末端 才能把这两个连起来 对不对 然后我现在就是我要把 这一个跟shift键 我要把这两个 这个中间这个线端拆掉 拆掉线端 概念就是这样子 那末端 如果是末端的话 当然不可能拆 末端本来就没有了 这逻辑上很清楚 反正这个东西就是把线端拆掉 这一个呢 就是把两个 本来是没有线端的东西 把它变成线端 就是这样子而已 好了 那现在就可以拆掉 就可以拉来拉去 对不对 拆掉是不是可以拉来拉去 那一样老样子 刚才我们教过了 比方说这个地方 我再点两下 跑出来了 点两下 点它 好 点两下 跑出来了 然后选它 还记不记得我们讲过了 这个是什么 拆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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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变成两个物件出来了 拆断 可是逻辑上它是把它绑在一起啊 你看这个虚线 就逻辑上 这两个是独立的线段 但我逻辑上把它绑在一起 所以呢 入境 打散 变 变成逻辑上 可以单独的 单独独立的存在 对 可以单独独立的存在 它就会是这样子 好 那我们就今天呢 讲了 点它 配置曲线啊 那这一排的我们大概也讲过了 那么相关的概念也讲过了 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这边啊 其实都讲完了啊 好 那我们这个概念你有了 我们就随便找个软体来测试一下 是不是其他软体也是用这个概念就可以理解啊 那我们就用Krita好不好 这Krita我也有教了啊 你有愿意兴趣的话就再找一下啊 Krita我也有教啊 蛮喜欢这个软体的建立 好 一样 这是向量嘛 所以我们首先加一个什么 向量图层 向量图层 加出来了 有没有看到这个东西 备置曲线 对不对 就是形状编辑工具 看这个知道也知道 备置曲线 点这 好 就开始 呃 向量 这个大小 有啊 怎么跑不出来 黑色 啊 不是 弄错了 这里这里 这一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是选曲 这个是编辑工具 这个是卑斯曲线 这个一样 看谁都会犯众 久了不用就这样 出来了 这个是选曲 选曲它 你看跟刚才逻辑概念是不是一样 选曲它 节点工具 有没有 节点工具就出来了 好 那我要选择这个节点 有没有 选择这个节点 那刚才各种工具的选项 有没有看到 是不是这个没有 这是我们上一期教的这个这个弯曲的工具 那这是这一期我们教的 找一个 这一个 拆开 有没有 点下去 就拆开了 刚才我们有没有讲拆开的功能 就有了 是不是都一样 这几个功能 你一看 啊 刚才 in-scape都学到了 你就说 其实 向量的 那个 概念就是这样 那当然 不同的软体 操作 操作上 可能有 更细致的 更粗略一点的 不过 你只要观念懂 你要来 学这个软体 你就不用重新学了 你in-scape 是不是学会 啪 现在在学这个软体 喵一喵 看一看 差不多啦 都那样 就是为什么你上我的课 观念上建立是非常重要的 这样不就都会了吗 好 那我们今天讲到这边 谢谢各位